來到空軍三窮一村 一如往常的有市集和店家 但有一處老錯的門口 似乎很眼熟 看到這隻集有沒有覺得很眼熟呢 尤其五六年級生一定更不陌生 沒錯這就是知名的老字號 手帕機品牌 在雙始國慶的時候 悄悄的把這個吉祥物放在這邊 也正式宣告了 這個店即將插旗在這裡 巨大醒目的吉祥物 一現身立刻吸引眾人目光 打卡 擺拍 互動 樣樣來 可見民眾有多興奮 甚至已經迫不及待 想要嚐嚐這懷念的味道 還滿開心的啦 三重好像第一個 逼過來 對啊 想說待會來看一下 我也會期待 後來就沒有開了嘛 很懷念 就在11號晚間 該間店臉書PO出一張照片 並寫著秘密計畫倒數 隔一天公布答案 不是單純放擺設而已 而是真的要回來了 臉書專頁明確寫著 手爬機快閃電 走進來是溫馨的日式風格 咦 有走錯嗎 沒有啦 原來他們即將和燒烤店業者 一起合作 在同一個空間一同營業 民眾來到這裡選擇更加多元 這品牌在1984年創立 但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最後一間直營店2021年宣布暫停營業 轉為全力發展食品代工 睽違三年 重磅回歸 讓不少人回憶湧現 有吃啊 因為小時候六年級末段班的 小時候有吃過 後來好像就慢慢的剩很少了 好像只剩一兩家這樣子 小時候吃它的時候就蠻好吃 因為手扒機那時候那個手戴那個套子 加爸爸買回來的時候 這樣吃起來其實是蠻好吃的 再重新這樣出來之後 我們覺得是蠻懷念的味道 也希望小孩子可以感受到 我們小孩子的時候的快樂 而同樣準備插旗在台北的 還有從高雄誕生的知名飲料品牌 主打日系和風茶 目前主要在中南部開店 但也宣布要在台北市開店了 讓飲料控都超興奮 知名品牌紛紛進軍雙北地區 火力主場還沒開店話題滿滿 你是新聞威力和新北報導